出大事了 阿祖法的小屋真的被老爷爷破坏了 在这个令人心碎的时刻 阿祖法深深的失落和绝望都浓缩在了他的心中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姐姐阿姨们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东 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昨天的事件对阿祖法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冲击 老爷爷的威胁和暴力行为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不安 他要求阿祖法谅解自己的儿子 把他放出监狱 但是阿祖法要求他签订承诺书 老爷爷情绪失控 还拿石头砸阿祖法的小屋铁门 后来还威胁阿祖法开拖拉机毁掉他的小屋 然而 在混乱和恐慌中 阿祖法保持着一丝冷静和理性 他认为老爷爷的威胁可能只是一时的气化 他可能并不会真的毁掉他的小屋 这种乐观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恐惧 给了他一线希望 阿祖法准备带着凯撒去附近捡柴火 因为家里的柴火不多了 而且今天早上老爷爷也没有过来 凯撒 我们去捡些柴火吧 阿祖法对身边的孩子说 家里的柴火不多了 而且今天看来会比较平静 阿祖法知道 尽管昨天的事件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但生活还得继续 而且阿祖法也觉得老爷爷应该今天不会再来了 在捡柴火的过程中 阿祖法也在心里默默地制定了一些计划 以应对可能再次出现的威胁 他考虑着是否需要与帽子叔叔沟通 共同商讨对策 突然 阿祖法飞奔去自己小屋 紧张的气氛却因为意外的发现而迅速升级 当他们在山上劳作时 远处突然出现的人影让他们的心瞬间紧绷起来 那是前一天威胁阿祖法的老爷爷地主 他的身影在山间显得格外突兀和不祥 不仅如此 老爷爷带着一伙人还有拖拉机 他们正在破坏阿祖法的小屋 阿祖法无力地蹲坐在小屋旁 目睹着自己的家园背后 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和绝望 作为一个女人 面对这样一群破坏者和巨大的拖拉机 她感到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 她的双手紧握成拳 眼中充满了泪水 阿祖法的眼泪无法抑制地流了下来 她的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失落和绝望 这个小屋不仅是她和家人的避风港 更是她情感的寄托和生活的象征 看着小屋在推土机的铁壁下化为废墟 她的心仿佛也随之破碎 阿祖法的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珍珠 不断地滚落 她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和失望 老爷爷的行为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打破了她对人性的信任 在这一刻 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摄影小哥在一旁默默陪伴着 她的话语充满了同情和安慰 她知道任何话语在这个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 但她仍然尽力劝说阿祖法 希望她能够从绝望中找到一丝力量 阿祖法开始收拾那些在破坏中幸存下来的物品 每一件都承载着回忆和情感 她决定带着这些珍贵的物品 以及凯撒去找到她的丈夫康特 康特一直是她坚强的后盾 她相信只要找到她 他们就能一起克服这个难关 虽然前路未知 但她绝不会放弃 为了凯撒 为了肚子里的宝宝